世界冠军张成龙现状,身材奥人妻子曾追他三年,现女儿很可爱,在体育界有不少英雄奥格美人归的例子。 的确,自古英雄爱美人嘛,比如刘翔就曾苦苦追求跳高美女无杀,最终无杀被刘翔感动,两人走到了一起,还有国平奥运冠军马龙的妻子也是十分美丽的笑话。 但是有这样一位运动员,因为自身非常帅气,所以是她的妻子来追求她,上演了一段长达几年的女追男甜蜜恋情,她就是中国体操奥运冠军张成龙,曾多次获得过比赛冠军,不仅体操能力强悍,更是长得一张十分帅气潇洒。 众所周知体操队的运动员都有着非常健美的身材,他们身材结实并且肌肉丰满,个个都非常有形,是十足的气质型男,这与他们年每月的刻苦训练和十分自律的饮食习惯,常常是分不开的。 而张成龙更是拥有一身壮硕的肌肉,并且赛场上的她动作十分优雅,在各打赛中表现都非常出色,再配上她在线的高颜值羹,是吸引了一大波迷妹,但是为什么张成龙在这么多的迷妹中,选择了赵子烟呢? 说到赵子烟,她可不是普通的小迷妹,赵子烟曾经留学英国,并且家庭也很富裕,本人长得,也十分漂亮。 赵子烟和张成龙的相识纯属偶然,据说是赵子烟有一次在张成龙的比赛现场,无意中发现了她,从此就被张成龙的帅气潇洒吸引,一发不可收拾的迷恋上了张成龙。 按理说赵子烟这么优越的条件,完全配得上张成龙啊,可现实是她追了张成龙整整三年,这是为什么呢? 原来赵子烟追求张成龙的时候,她还在国家队,虽然张成龙对赵子烟也有好感,但是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比赛,为了祖国的荣誉,张成龙选择克制这段感情,其实这在体育界是十分常见的, 因为一般来说谈恋爱,或多或少,会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影响,比如小胖樊振东的主管教练就明确规定不允许樊振东谈恋爱,所以好事多么。 赵子烟对张成龙的爱慕,经过了三年才最终实现,虽然这段感情是女追男,但是婚后两人生活得十分幸福,两人也是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晒各种照片, 看得出来张成龙也十分爱她的妻子,有的网友直呼张成龙才是人生大赢家,作为运动员在赛场上获奖无数,并且美帝冒泡妻子曾追她三年,而且现在他们的女儿很可爱,让我们祝福这对有情人可以一起快乐的生活下去吧。